醒目一拍 书馆开书 篇幅短呢 咱们就不啰嗦了 上文书啊 咱们提到了这个乾隆皇帝 在第四次青年战争开始以前 是如何调兵的 这一次乾隆皇帝往前线补派兵丁 不光是补充兵术 并且呢 在这兵种上啊 也是有针对性 首先说呢 他添加了水师 也就是舰艇兵 分别啊 从这个福建的漳州 以及啊 吉林水师掉冲 再来呢 就是熟悉山地 以及丛林作战的本地兵 是从四川调来的吐司部队 虽然呢 人数不多 但也总算是啊 针对这战场情况 有了兵种上的变化 不过 综合起来说呀 在云南集结的这四万多清兵 还是以八旗为主 绿营为辅 其他的兵种啊 周边配合 如此看来呀 这大清国拿得出手的 也就是八旗兵了 这八旗兵呢 自然就是以旗舍为主 说完了调兵啊 咱们就得说说 军械上的准备了 通过前一次明锐领兵 进攻缅甸得来的战报啊 这大清朝廷也组织了针对性的分析 这兵部也好 军机处也罢呀 组织了多次会议 大家一致认为大清朝 公缅事宜最为难办之军务啊 一 莫过于这个缅甸的木炸城 这二呢 就是燕仗之地呀 给士兵带来的瘟疫之灾 那么这两样如何解决呢 咱们一二一二地说 先说这个木炸之城 早在明锐领兵时期 这明锐啊 就向朝廷发过这刀奏章 介绍过这种木炸 他说呀 这种木炸 具用师母排列 人力巨难催泄 这一句话呀 过于笼统 实际上呢 真实的情况 远远比明锐介绍的要困难的多 还有一点呢 大家应该注意 这明锐也没遇到过真正的老城巨债 这句话怎么讲呢 这明锐在缅甸打的几仗啊 都是一些新的防御攻势 换句话说呀 也就是临时建造起来的防御攻势 即便是这样 这木寨已然是很难攻打了 如果 咱们假设一下啊 这明锐的北陆军真正攻打到老关屯 他们就会见到更加雄伟坚固的木炸城 那才真正叫的一个坚不可摧 哎 这明锐没赶上啊 这富衡可赶上了 至于这富衡啊 是如何攻打这坚固的木炸城的 咱们呀 后文书自会讲到 经过这军机大臣 以及兵部各位高餐共同商业 大家一致认为啊 因此攻坚之色 莫如用炮所向无部会列 哎 用大炮轰 这轰这个字啊 太能迷惑人了 听着好像呢 是这炮弹一发 炮子一飞击中木炸 就把这木炸炸开了 实际上不然 那会儿啊 没有开花弹 也就是说这炮子啊 就是一个死个坛的 要不然呢 就是一个石头球 再不接就是一个铅子 哎 最厉害的就是一个铁球 全靠冲击力啊 它是不会爆炸的 那既然是这样的炮啊 就是越大越好 越大它越有劲儿嘛 那么说这大清国 有这种炮没有啊 有啊 神威大将军炮 大神炮 还有这个九节披山炮 这都是两三米的大炮 这说说的我呀 见过最厉害的一尊古代炮 哎 就是这个前田冲 打这种死个坛蛋丸的 是在辽宁 藏于呀 现在的辽宁省博物馆 并且呀 是一尊明代的铜炮 五千斤重 四米来长 口径啊 有十厘米 还别说是木炸城了 这一个千球打出去以后啊 就是这个砖石的城墙 也能打个窟窿 那这会儿就有好朋友得说了 既然有这么好的炮 咱们用上呗 用啊 用不了 因为运不到那儿 您想起吧 前面这一大阵子 咱们讲什么呢 这个滇冕之地 道路难行之程度啊 连这个粮草 普通军械都运不上去 更何况这么大的炮啊 那么那前线 都使的是什么炮呢 这前线用的炮啊 也不小 大概呀 一米五啊 到一米八长 叫什么名字呀 叫子母炮 也叫做弗朗基炮 是一种速射炮 它是啊 这个后装填炮 您不要以为 这后装填炮 它有多么的先进 实际上古人 早就想到过这招 它的难度啊 不在后装填上 它难度在哪啊 在后装填 还能啊 把这个底门密封上 就因为是后装填炮啊 这种弗朗基炮 它射速比较快 因为它的底火 是提前装好了的 可是它的问题是哪呢 它密封不好 就打不远 没劲 刚才咱们说了呀 这死个台的炮弹呢 它就是靠的冲击力 没有劲啊 那自然就是没有什么威力 那它为什么能够住那么长呢 就是因为呀 它劲小 所以说呀 就不用住那么粗 没有炸糖的危险 它就比较适合这个运动战 以及攻坚战 实际上呢 九截炮啊 披山炮 在云南本地各关外上 本来就使用着呢 只不过呀 它不适合大兵携带 那怎么解决此事呢 哎 这会儿啊 还得看出这傅宏有主意了 傅宏说了 这云南呢 本来就是出铜 出铁的地方 这些兵士啊 无论是步兵还是骑兵 到了云南之后啊 每个人身上啊 添两斤重的这个装备 那又说什么装备啊 一斤铁啊 一斤铜 哎 干嘛使啊 这些呀是铸炮的原料 让这个铸炮的工匠 带着自己的工具呀 随军走 攻到一座城寨之后啊 哎 大军先围住 洋装不攻 然后这些工匠啊 就开始铸炮 这原料呢 自然就是这些兵士 随身带的这些铜铁 可行不可行呢 这傅航到了云南以后 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这个 先做这个实力测验 测验完毕之后 就急急忙忙的 给这乾隆皇帝洗了奏折 他说皇上这个主意也太好了 我到了前线之后 六月初五就制成了一位大炮 这尊大炮是铜铸的 用了两千多斤铜 装好了火药之后啊 里边能塞一颗铁柱的大炮子 多大呢 十六两 那您要说这个十六两的铁球 它有多大呢 实际上它也没多大 我一说您就明白 普通的一个男子千球 是十五斤左右 七点二六公斤嘛 所以说呢 这十六两的一个铁球啊 这炮的口径也大不到哪去 那么说这里边装一颗 十六两的飞子就完了吗 不行 这里边啊 还得装几颗小弹丸 十余个小铁丸呢 是各中二两 我们已经做好了试验了 在这个三里地以外 一炮下来啊 炮子直冲木炸 附近散身时 入土五六尺 那么是如何助炮 又用了多长时间呢 这傅恒是个细致的人 在奏折当中也提到了 并且记录的十分详细 他说呀 先分节做成泥胚模子 将模子对份埋入土坑 然后灌入铜水 过三个时刻 这炮身呢 可就筑成了 只是有一点 这土模啊 必须得是自然干燥 不能用火烤 这火一烤啊 该有裂份了 然后呢 就把这些官兵们 带的这些铜啊 立地融化 然后就可浇注 这炮身呢 得需要两天的自然冷却 然后啊 把它挖出来 台上炮台 这一共加起来呀 也就是四五天 在这大炮尾巴上啊 钻一个火门 就能使用了 这傅恒说 总计不过四五日 即可对敌失放 无论募债专程 无不应手利破 这乾隆皇帝 看完这道奏折之后 高兴的手舞足蹈 这别听怕都要乐出来了 他赶紧给这个傅恒回信 连说的拔个好字 这皇上说呀 照如此办理 果破一二大寨 一如破竹之势 贼望风而散矣 这乾隆皇帝说呀 像什么老关屯这种啊 敌人的老据点 不是说了吗 这木炸之城坚固无比 咱们就用这种巨炮啊 轰开的两座 这贼人一听啊 咱们有如此重型武器 你想他们还待得住吗 肯定就四散逃散了 咱们这个功勉大计呀 就算成功了 这傅恒说呀 皇上啊高兴的事还没完呢 这炮咱们使完了 不能浪费 这士兵们攻下城寨以后啊 用锤子把它砸碎了 然后啊 分块携带到下一个城寨 还是如法炮制 这乾隆皇帝说好好好 没想到啊 咱们还有省钱的招 哎 这一个临阵驻炮的方法呀 可是把这乾隆和傅恒 这对姐夫小舅子 乐得够像 可是不知道您听出来没有 就是说书的我呀 在这给您讲这段故事的时候 我也觉得 真正到战场上去实操此事 难度应该很大 咱们首先说 听傅恒介绍 这炮啊 是用盒饭法柱 就跟柱钟一样 他不可能用两块泥啊 内外的 把这个钟的 内饭外饭全捏出来 他为什么 他大呀 所以说呀 他只能一块一块的捏 然后把这些饭模啊 再拼上 最后再浇注 这傅恒在奏章里可是说了 这东西得自然应该 不能用火烤 无论是内饭还是外饭 一旦出了裂纹啊 这东西就废了 可是您没想想 他们在什么地方筑炮 缅甸 东南半岛的热带雨林 在那嘎嘎地方啊 连着下一个月的雨啊 它不新鲜 所以说呀 这炮模子 什么时候能干 说不清 还有一点 在我看来也很重要 那就是燃料 首先说呀 这煤肯定是最佳的燃料 云南也不缺煤 但是有一点 这部队上随时能不能有煤 可就另说着了 那就只有两条路 一个呢 就是随军带 还有一个呢 就是附近找 找不着呢 就只能烧炭代替 这热带雨林里烧炭 我看也是个难题 所以说呀 乾隆还你跟着傅恒 姐夫小舅的 竟想着呀 怎么贼吃肉了 根本就没想到 也会呀 贼挨揍 这临阵猪炮之法 好不好用 您放心 咱们肯定会讲到 就在老关屯下 这傅恒和缅甸人 见真真儿的时候 我肯定得给您 好好说的说的 说完了这个炮啊 我还得给您 说的说的这个药 对了 说实话呢 这清军遇到最大的困难 倒不一定是这个 竹城墓寨 最大的困难呢 实际上是瘟疫 乾隆三十四年的征月 乾隆皇帝下于联光总督 内容是什么呢 他说呀 闻药材中有阿魏一种 善能必胀 盼婆多有受者 广东自然易于购买 但造假者甚多 令该度即悉心备伴 真正阿魏 勿在多多益善 劫往云南 这乾隆皇帝 不知道听谁说的 说这在中药材里边 有一味药啊 叫阿魏 这个药啊 就能够避障 服用了之后呢 就不得瘧疾利己 哎 这事呢 您还真得说 这学徒我呀 真查了 要说他有没有 这么一味中药 他叫阿魏呢 有 这些年呢 随着这个闲人 越来越多呀 这钓鱼老们呀 都了解这味中药 据说呀 把它掺在这个鱼儿里呀 能上鱼 在这个中医上呢 阿魏这味中药啊 哎 他一股一筋呢 两种说法 咱们先说说呀 这现代中医怎么认为的 这现代中医认为呀 这种药啊 能不能治疗这个 呃 脏气引起的什么 瘧疾啊 利益啊 哎 纯属放屁 为什么得讲这个中西医结合呢 经这个药理一分析啊 这个东西不具备那种功能 但是古代中医可不这么认为 哎 这个圣记录里是这么写的 说这味药啊 专治这个祸乱反满 气逆腹胀 哎 您听着 沾边了吧 这明在李时珍写的 本草干木上啊 是这么写的 说这味药啊 和这个大蒜一起服下 尊治盘长痛经 这种症状啊 咱们都有过 哎 什么喝了分了呀 吃不对了东西呀 这肚子拧着劲的疼 对这味中药啊 记载最为神奇的 得说是唐本草了 这唐本草上啊 都拿他当了仙药了 说这东西啊 治古毒 这原文是这么写的 下恶气除邪鬼古毒 这乾隆那会儿啊 他们认为 这仗气呀 还没准啊 是这个南方人 这南方啊 单指的是这个 云贵呀 燕障之地 这儿的一些少数民族啊 施了一些法术 说白了呢 就是引诱你啊 吃了一些东西 然后控制你 说到这儿啊 我得跟您提一嘴 这句话很重要 按说呀 这个说书讲故事 只要他有受众的群体 就不能给人家讲 这个民间的呀 偏方 燕方 对呀 万一按照你这说法 人家吃去了 吃坏了人怎么办呢 但是呢 说到这儿啊 我倒是不怕 首先我跟您交代了 这用这个阿卫 这位中药来解脏气呀 那是乾隆皇帝说的 其次呢 刚才我说的这几位 古方啊 都有出处 我先把这个出处 跟您交代清楚了 可是我真得跟您说一句 不管听谁说的 什么民间的 偏方啊 燕方啊 都别信 有病找大夫 可别花了冤枉钱 还耽误了病 那么说这梁广总督 他去采办阿卫 没有呢 好家活得嘞 这皇上一声令下 他赶不去吗 这复衡的大军呢 还没到云南呢 梁广总督所采办的 三千斤阿卫呀 就已经运到了云南 实际上啊 这里边还有另外一层意思 我给您说说 复衡收到药以后 就给乾隆皇帝写了一道奏折 他说呀 茶言边虽有瘴气 讹传太甚 人心虽阴仪升位 今使人人得避障良药 不特时能避障 并可一其一孔 与军营大有避意 您听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了吗 实际上这领兵的大衰复衡 到前线以后 他还不相信 因为这个瘴气导致的疾病啊 能够削弱战斗力 他和皇上说这全是传说 一传十十传百的 这个南方瘴气呀 就传得非常厉害 导致这军中啊 人人害怕死事 现在皇上连呢 还赐来了良药 每人呢都分点 放在身上啊 防备这些瘟疫 所以呀 治不治病的先搁一边 最起码 这士气呀算提升了 这呀是对我军大有好处的 那实际上呢 这要管不管事的 还在其次 广失着领军主帅 如此轻视着燕仗之毒 那么此次出兵 我看呢 好不着